畫片可可夜總會的票房非常不錯 可是在看這部片之前 還有這個大概21分鐘的雪寶短片 21分鐘有點長 聽說這個評價不是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 Do we have any traditions, Elsa? I'm sorry, Anna It's my fault we don't have a family tradition 雪寶當上主角 麥蒙耍可愛 冰雪奇緣番外篇 雪寶的佳節冒險 透過電影可可夜總會播放 We're going door to door We're looking for family traditions We make candy canes together Woo Sugar Rush 冰雪奇緣第二部番外篇 在電影可可夜總會前21分鐘播出 不過此舉卻引來外媒 和網友罵聲連連 OK, I'm Christmas Oh, look, another reindeer Hi 認為前面冰雪奇緣的動畫 又臭又長 也沒個結果直呼超無聊 甚至還有網友留言 是在浪費時間 因為光是片長21分鐘 加上廣告和預告 要看到正片 就要等半個多小時 對於外界負評不斷 迪士尼確定從8號開始 在北美取消播放 雪寶的佳節冒險 但根據娛樂週刊報導 迪士尼並不是因為負評 而是本來就有時間規劃 看所有人都不認識 我們準備了一個派對 是一個大驚喜 台灣片商則回應 為了顧及台灣影迷權利 雪寶小短片依舊會繼續播映 不會撤換 迪士尼為了冰雪奇緣第二集鋪路 看準雪寶商機 還打造冰雪石井 讓大小朋友遊玩 就是希望拉台續集聲勢 沒有想到卻引起負評 TVB新聞柳中平臨舉會綜合報導